孙老师跟您分享 真实可靠通俗易懂的医学知识 今天咱们来聊一下喝酒的事 这个喝多少酒合适 然后聊一下酒精肝这件事 酒精性脂肪肝 那么喝多少酒合适呢 取得于这个后果是吧 那假如说你酒量很大的话 直接后果是说你喝醉了 喝醉了会有些问题 其实最大的问题是对健康的影响 那么对健康有什么影响呢 最简单的就是这个脂肪肝 这个酒精性的脂肪肝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同学们酒精性的脂肪肝 酒精性的脂肪肝 脂肪肝可以有很多原因造成 那么其中呢 在我们中国人就群体里要常见的是这个 长期饮酒所制 长期饮酒所制 所以呢这是健康的肝脏 健康肝脏 如果持续的喝酒 基本上千年都喝 大概呢有五六年 五到十年吧 十年左右就会出现脂肪肝的现象 怎么叫脂肪肝呢 这个肝呢 里面有这个一些脂肪的积聚 这个从形态上讲可能会变大一些 这个情况啊 然后呢 如果能戒酒的话 它可以逆转 这是好 这是一个好消息啊 可以逆转 但是如果持续持续的话呢 下一步进展的话 就是可以发展成酒精性的肝硬化 到肝硬化的话 中间可能还有个阶段 是酒精性的肝炎 如果到肝硬化这个阶段呢 这就不能够这个再逆转了 肝硬化的话 就先肝炎 肝硬化 所以呢 当我们有脂肪肝的时候呢 或者是 这个至少在这个阶段 是可以逆转的 还可以逆转的 好吧 冯老师最近是 诊断了这个肝硬的脂肪肝 所以我也在接酒 所以下次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戒酒的感受 戒酒的这些所谓的 戒断性的症状 和我的这个所经历的这个变化 那目前呢 股炳转胺 股炒转胺 股炳转胺 也可以叫做 炳氨酸转胺 ALT 股炒转胺呢 叫做天东氨酸转胺 这两个指标呢 在肝水昌的时候是升高的 尤其是股炳 ALT 升高的 比较早 然后另外一个笔值 如果你的 AST和ALT的笔值呢 变大的话呢 那其实也是 其实该很长 尤其是到后期 干硬化的时候 如果这个股草和股炳比大约二的话 就提升了肝血 硬化肝硬化的情况 所以说 脂肪性的脂肪肝 现在非常的常见 非常常见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不需要去吃什么护肝保肝的药 在脂肪肝这个阶段实际上呢 不需要 那么其实只需要做一件事就完了 只需要做一件事就完了 就是戒酒 是吧 就是戒酒 戒酒或者是控酒 至少控酒 所以在这个阶段 我们如果能戒酒的话 还是可以恢复的 但是到了肝硬化的话呢 就无法再恢复了 可能逆转了 出现各种各样后期的症状 出血 负水 等等 明显障碍 是吧 所以 大量的长期喝酒是不行的 那么到底喝多少酒比较合适呢 这也因人而异当然啊 我讲的是一般的人 那么首先我们得知道 这个酒精是怎么代谢的 对吧 那喝多少酒合适呢 要看看它怎么代谢的 喝的有时候呢 大部分的酒精是在肝脏代谢的 肝脏 把乙醇 转化为乙醇 那么通过乙醇脱青梅 乙醇呢会造成一系列的这个 表现 这个脸红啊 等等 然后呢 通过这个乙醇脱青梅 把乙醇转化成乙酸 然后变成水和氨化碳 热量排出其外 所以酒精也是含很大的热量的 酒精含很大的热量 这也很重要 喝酒呢也容易胖 为什么呢 谢谢你 谢谢大家